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4月22號的 股海弘揚 我是洪准 台北股票市場今天又是一個 開高走低的行情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說 現在指數的部分 你必須把它放在一邊 先把它擺在旁邊 重點還是在於個股的方面 那今天指數開高走低 其實整體的結構上來看的話 反而是一個多方趨勢 反而是一個多方趨勢 那現在呢指數行情因為 BIES來到新高之後 請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他是走一個量縮整理的走勢 那量縮整理呢 其實他現在走的是一個 三角收斂的形態 三角收斂形態呢 通常都是一個橫盤整理 準備要表態的時候 那真正的表態的時間 一出來那個方向才是最真實的 那個方向才是最正確的 所以呢在三角收斂形態的 格局裡面呢我們現在操作呢 就必須要 特別留意你的成本區間喔 那指數呢 你必須要先把它放在一旁 重點在於個股的方面 它的表現呢 它將會如何 那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說其實現在呢 整個台北股票市場啊 你現在覺得說 行情來到高檔對不對 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人 跑去放空了 融券張數呢在這兩天的時間之內 大幅的暴增上來 整體的融券張數呢已經來到66萬張的水準 65萬張左右 那甚至呢 很多反向的ETF 很多反向ETF包括00677U那個 富邦fix的部分呢其實都出現了大量的買盤喔 那個買盤呢都是一般投資人下去做 做的 就是下去逢低做承接的一個買盤喔 那如果說 現在散戶的想法 都是偏向空方 然後甚至還有很多人在做 放空的話 那人多的地方他往往都會是 最好是都是不要去 最好都不要去喔 那重點還是在個股上面的表現喔 那我之前跟大家談過就是說其實網通族群是未來10年的大主流對不對 那我們在操作上面呢我們就是要往這個方向去移動 因為錢在往那個方向去移動嘛 我說人影有本無所據 數影有根他不會動搖 那金流你要拿來當做本 那技術分析呢就是你的根 只要你有本有根 你在行情震盪整理的時候呢 你完全不會害怕 因為你的成本夠低 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的勝率自然就會高 甚至你該知道要怎麼處理你手中的股票喔 所以我們要超越法人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根本存在 我們一定要有根本存在 之前跟大家談過5G的部分 其實今天 大盤開高走低對不對 其實但是呢5G的相關族群他表現的就是非常的強喔 因為錢在買嘛 當這些法人的資金呢先買了第1筆 就會買第2筆甚至買第3筆進場 那這些資金呢就會帶動未來整個5G行情的啟動喔 那當然5G不是我說而已喔 5G不只我在講 包括呢美國總統川普的部分呢 他也說了他現在準備要展開大規模的投資 在5G方面喔 他準備要投入6500億的資金 然後下去呢發展美國的5G 因為他不想輸給中國 他不想輸給韓國 那今天呢 他今天大量的去投資5G的時候 當然會帶動 相關的 設備的 類股呢開始做啟動對不對 包括今天呢 森達克的部分來到亮燈漲停板 3491森達克的部分 那很多的5G概念股呢 以前比較弱勢的 現在也都反彈上了 包括聯軍的部分呢 包括聯亞的部分 其實都上來了 所以呢族群性呢 如果你選對了 基本上你的錯誤的機率就會降低 那你只要找到現在錢在買的標的 那你只要把那個族群放大 基本上你挑的族群是對的 那你的方向就不會錯的太多嘛 所以之前跟大家談過像 宇智的部分對不對 宇智呢當初我在買的時候 我是用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去找買點 連續亮縮整理 連續亮縮整理 然後呢 只要5天的轉折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再度量增去做表態嘛 甚至呢上禮拜的時候他拉回測試月線 我也跟你講說他這個地方你要站在賣方 拉回測試支撐你要找買點 我不是叫你賣 而是你的買點如果每次都是買在那個高高的位置上 甚至是你去追漲停板 不好意思就算隔天他有一個 創高的機會喔 但是他的幅度 都會是比較小的 那你的買點最好是在哪邊 一定是在他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那你只要抓的對支撐壓力跟轉折 你就不會害怕說你現在買的位置是錯的嘛 那我們當時就跟大家講說 這個地方你要拉回去做測試的時候 你要去找買點對不對 那我第一次的買點在這邊 第一次的買點在這裡 拉回整理的時候 第5天的 第5天的轉折點出來的時候我們下去做進場佈局 那創下新高亮燈漲停板再度拉回 再側月線支撐的時候我也跟大家講說這檔股票他沒有結束 他沒有結束他只是在做洗盤的動作 你從量價關係的 角度你可以看得到 當我出現是大量突破向上 可是我拉回測試支撐是帶量說 那就代表他的籌碼並沒有轉換 他的籌碼並沒有亂掉 他只是在做休息而已 那他休息完了之後呢 只要這一些資金當初一開始進去買的這些資金 他再度回流的時候當然股價就會再往上去衝稿 那你第一次的買點錯過了 你第2次的買點你就要等待他第2次的買點 而不是用追價的方式跑去追他的高檔去 跑去追他的高檔去 所以我們的操作他是有一套 他是有一套公式跟方法在做運行的 怎麼樣把你的成本壓到最低 怎麼樣讓你的風險性降到最低 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一個方式 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的持股上面的盡量把它精簡化 你只有把你的持股 通通換成現在市場上的主流 你才會有辦法反敗為勝 你才有辦法把 之前所失去的賺回來 那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現在是一個多頭的格局 可是呢 如果你的多頭格局沒有賺到錢 那就代表說你的方式是不對的 你的操作的模式是不對的 大部分的投資人都喜歡追在這個高高的位置 追在那個高點上面是因為什麼 因為 當你這 檔股票呢 衝上去的時候 你的軟體上面就會開始跟你顯示 這檔股票有錢在買 那你的軟體 跟你顯示的時候你就跑進去做追價 那你一追價的時候他就要洗你 他一定要把這些蟲麻洗乾淨的時候 他才會上去嘛 宇治他也是這樣子 他就是要把它 做洗盤 會漲的股票通常都會洗盤 因為主力他不會在大漲的時候去買股票 一定是在拉回的時候 那宇治呢 自從 當宇治呢開始啟動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檔網通類股 那這一檔呢 是我之前在短線教育特區裡面 提供給會員的 那這一檔股票我跟大家講說 你要拉回去做 買點 你要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去做買進 那這個 線圖呢是在大概在4月15號的時候 這些 這一檔股票其實一直都在我的口袋名單裡面 一直都在我的口袋名單裡面 但是呢因為他一直都沒有回撤的話 我沒有找到 機會可以去做進場佈局 但是他現在呢到今天為止 其實他已經來回 拉回去做測試支撐的動作了 所以呢在明後天 等到機會一來臨的時候呢 其實我就會進場下去做佈局 我就準備要進場下去做佈局 所以網通類股呢 還是市場上的主流 當你抓到主流的時候 你千萬不能夠放 你千萬不能夠放 那你的操作模式必須要用養的方式 把它養出來 一檔股票呢 從原本很小很小 默默無名一直養到現在 全市場都知名的時候 你才要把它放開 你才要放手 因為只有養 標股你才能夠賺行情 很多市場上的標股比如像說 郁金光的部分 前陣子不是很標嘛 但是今天就直接打到 亮燈跌停板 重點不在於 這檔股票會不會漲 而是在於你買的那個點位 如果是錯的 如果是錯的 那你的勝率自然就會被壓到很低 那你如果是對的話 像我們一樣都是養標股的模式的話 你只要在底部進場 其實你今天就算錯了 3% 5% 10%停損 都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但是你在高檔的時候 一回下來可能就是 20% 30%的幅度 可能就20% 30% 所以維持強調的事情是 我們要做的就是養標股 你要養到 屬於自己的股票 不要去追別人的標股 那你只要養對了 未來行情你就可以賺得到 你就可以賺得到 任何有任何的問題呢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風情操盤市的家族 這邊有QR Code可以讓你掃 或者是直接來電呢 0287738859 來做個股上的諮詢跟詢問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